大家好,今天是9月21日 回到明报部买新击的时间 昨天瑞典央行 出于市场预期加息一厘 今晚美国联邦储备局 都是议息会议的 预计会加0.75 今个星期还有瑞士央行 和英伦银行 都有机会加息 今天和大家看看欧洲股市 看看DES 我们看到DES昨天有点反弹 开在大约12,939 星期二 但开到上面基本上不能上 10天线都不能上 然后一次过跌下来 跌到12,500 在技术上 仍然反复偏远 甚至有机会再进一步下跌 随着环球股市 环球央行加息 甚至乎有全今晚美国联邦储备局 是会有机会加1厘 暂时来说 你整体上 除了美股 欧洲股市 港股 A股 全部都是跌下来的 息口上升 当然对股市受压 你现在的DES 正常来说 你仍然都是 看淡 继续去全年的低位 今年的低位 在7月份做 12,367 正常来说 你现在12,600 还有空间 让你继续下去 看看可不可以 采取一个高股策略 继续向下看 暂时来说 都应该是 会有机会 持续加息 加息 令到股市继续跌 不可以买 暂时都不是买 看看可不可以 找个高位 或者出现反弹 Sell on top 就是这样 好吗 今天就这么多了 暂时股市都是弱的 DES都是一样的 采取一个高股策略是最好的 好不好 今天就这么多了 有问题留言给我吧 拜拜